可想而知 天神镜的拼命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恐怖 幸好幕府之中禁止符文足够多 足够牢固 否则的话 这座幕府在雷霆的轰炸下 恐怕要瞬间坍塌了 烟尘止息 雷光散去 崇光大地摇摇晃晃地站在原地 现在的他 龙袍已经完全碎裂了 冠冕落地 他的身躯皮肉都被炸飞了 只剩下一副摇摇摆摆的骨架子 威严的脸庞血肉磨灭 两颗眼珠子失去了血肉的支撑 软垂垂地掉落下来 显得非常之恐怖 一道道破碎的天神法则符文 在他周身不断地转动着 他的丹田也被炸碎了 无穷的地威气息 天神能量不断地宣泄出来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本地还没有陨落 冲光大地声音嘶哑 眼睛里带着巨大的狂喜 虽然他伤势非常恐怖 但只要还活着 以他天神境界的修为 闭关调养一段时日 即可恢复 哇 鸿蒙古法 是老夫败了 叶少秋看着 冲光大地的身影 发出一声唏嘘叹息 在冲光大地的身上 除了地威气息 天神能量 神道法则 还隐约潜藏着一缕鸿蒙古气 这一缕鸿蒙古气 支撑了他的性命 让他避免陨落 天龙八神音 战圈之外 夜沉心神剧烈的震荡 毫无疑问 冲光大地肯定是修炼了 天龙八神音 而且炼到了大圆满的境界 体内宁炼出了鸿蒙古气 在生死关头发挥作用 挽救了性命 33天鸿蒙古法 非常之珍贵 是神国境内绝顶的秘法 不只是杀人灭敌这么简单 如果能炼出鸿蒙古气 对筋骨血脉 也有天大的滋养作用 关键时候能够救命 夜少秋拼了老命 以为能诛杀冲光大地 没想到 冲光大地靠着一口鸿蒙古气 影声声地挺过来了 围山九刃 功亏一篑 不甘 剧烈的不甘 夜少秋双眸瞪大 浑身发抖 呼吸急促起来 回头望了一眼夜晨 神色非常的复杂 最后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 低沉的污名 食指张开 想要抓住些什么 但最后什么也抓不住 颓然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前辈 夜晨失声呼喊 目自尽练 小子 算你好运 冲光大地身躯一正 转身逃离而去 如果是全盛时期 他自然可以斩杀夜晨 但现在 他被夜少秋的 薄命一击重创 负伤非常严重 却不想做无谓的战斗 只想快点闭关调养 给我站住 夜晨仰天抱贺 眼睛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一剑挥出 浑身灵力 毁灭神道 还有诸斑法则 全部灌注到了剑身上 直战冲光大地 本地就算负伤 也不是你能抗衡的 冲光大地冷哼一声 看着夜晨挥剑杀道 却是不慌不忙 那鲜血淋漓 甚至露骨的手掌 陡然抬起 修复了破碎的 神道法则符文 一掌杀出 狠狠出击 一剑一掌猛烈碰撞 顿时夜晨感觉到 一阵距离 还有天神的威严 狠狠传来 不禁后退三步 而冲光大地 只是微微后退一步 他重伤之下 和夜晨交手 居然还能勉强占据上风 可想而知 天神镜的高手 有多么的恐怖 老子要你陪葬 给我死 夜晨看了一眼 夜少秋的尸体 咬牙切齿 浑身气息炸裂 再度挥剑斩杀出去 极武神闪 夜晨身躯 横掠虚空 身剑合一 瞬间杀到了 冲光大地的面前 借助着 集武神闪 这一剑威力相当巨大 有点意思 冲光大地一笑 神色淡然 会长抬起 一层层浑厚的掌势 如一层层铁壁 竟将夜晨的剑势瓦解了 此时的他 兵器已经被炸断 但凭着双掌 依然和夜晨 打得有来有回 可想而知 实力的强悍 灵霄武艺 屠神破天 夜晨仰天呐喊 身上狂暴的战意 疯狂宣泄而出 他也深知 崇光大地的厉害 所以并没有留守 灵霄武艺 发挥到了极致 眼眸锋芒逃天 头发一根根的飘扬 还有夜少秋死去 他的愤怒 也全部融入到了 灵霄武艺之中 夜晨 见起癫狂 如神如魔 无数法则符文 蝴蝶般瞬间 炸裂飘飞 萦绕着他的 剑身舞动着 诡异的是 在这一刻 夜晨的愤怒 竟然让 灵风神脉力量 凝聚到极点 彻底释放 他一剑刺出 带着惊天 灵霄武艺的剑势 便是悍然 朝着崇光大地 刺去 什么 崇光大地脸色顿变 但是没有想到 夜晨一个 斩恶镜九层天的修者 居然能爆发出 这么凶狠的武道意愿 退 崇光大地有点慌了 现在 他重伤非常严重 面对全面开启了 灵霄武艺的夜晨 显然不是敌手 他身躯倒掠如风 不断后退 躲避着夜晨 剑招的斩杀 固然如此 还是受伤了几分 夜晨脸色一洗 煞剑一挥 体内悬艳气息炸裂 灵风神脉激活到极致 整把剑缠绕上了 一层层的火光 爆起狂暴的火焰气息 夜晨一剑斩杀出去 直接贯穿了 崇光大地的身躯 一剑杀死 灵风神脉的狂暴 在这一刻显露 而夜晨的气息也衰退到极致 前辈 你可以瞑目了 夜晨收回煞剑 吐出一口气 望着夜少秋的尸体 袖炮微微一扶 一阵清风掠过 替夜少秋合上了眼睛 还有 有一件事一直隐瞒了你 我其实为轮回之主 希望这一次 你能步入轮回 重获新生 随后 夜晨屈指一谈 谈出了一缕火焰 将夜少秋火化 谨慎收敛好骨灰 夜少秋死去 对夜家来说 可谓是损失重大 幸好夜灵天已经当上了家主 有夜灵天主持家族事务 夜晨也可以放心了 与此同时 那两个黑袍自然感受到这边的波动 黑袍之下 透着阵阵魔气和血液 他们的脚步突然停下 看来 重光大帝那具恶尸已经死了 那小子是如何撼动的 罢了 不重要 我们正好拿下那小子 就在这时 另一个黑袍人神色凝重 突然开口 等等 不好 我们早赶快离开这里 什么 之前那个黑袍人蒙了 以他们的实力足够撼动那个小子 为什么要离开 他们可是天魔异族 如此离开岂不是可笑 那凝重的黑袍人闭上眼眸 突然睁开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感觉有一道极其强大的气息 正向这边赶来 若是对我们出手 必死无疑 我们的计划就全盘皆输了 此话一出 他身旁的黑袍人面色也变了 他知道对方的话语代表着什么 对方的警觉性 一次次带着他脱离危险 既然感知到这种危险 必然严重 好 这一次就暂且放过那个小子 我们先去和神国那位会合 他在神国布局如此之久 必然比我们了解 下一刻 两道魔器撕裂虚空 彻底消失在了这一片天地 而此时 崇光大地恶失覆灭后 一缕缕黑色的魔器 却是飘腾而出 魔器之中 蕴含着无比恐怖的怨念 有着无穷无尽的负面情绪 仿佛一片炼狱 但除了炼狱般的怨念 还有无比辉红的地威气息 一道道漆黑的天神法则符文 不断地闪烁着 甚至串联成一条条法则锁链 在虚空里交织穿梭 如果能够炼化这团魔器 夜晨肯定能大大丰收 拼了 夜晨咬了咬牙 大手一张 将那团魔器摄取过来 直接吞噬下去 这魔器里面拥有磅礴的天神地威气息 还有无数天神法则能量 他可不想错过 但魔器之中 蕴含的怨念情绪却是非常剧烈 夜晨一吞噬下去 就感到脑袋炸裂 似乎有一座火山爆发了 尖锐的魔音在他耳畔震荡 一缕缕魔器如鬼怪蛆虫般 在经脉里乱窜 阵阵带着腐朽气息的疼痛传来 给我镇压了 夜晨心神肃然 立即运转轮回血脉 他的轮回血脉能量非常之强大 就算是崇光大地恶失的魔器 也不能够撼动 正因为如此 夜晨才有这么大的胆气 敢直接吞噬崇光大地的魔器 如果换作旁人 在这么强烈的魔器刺激下 恐怕早已经形神俱灭 在轮回血脉的冲洗下 夜晨体内的魔器怨念 瞬间清晰一空 他的经脉 重新恢复了光节坚韧的模样 崇光大地的恶失怨念 如阳光下的积雪 瞬间消融了 留在夜晨体内的 只有精纯浩大的天神气息 一道道法则能量 不断融入夜晨的丹田 刹那间 夜晨便有了明雾的感觉 仿佛一瞬之间明雾了 在崇光大地的天神气息的贯注下 夜晨的毁灭神道 顿时获得了蜕变 他的毁灭神道 威力至少提升了两倍 如果现在的他 再去面对天神境初期 至少不会这么狼狈 毁灭神道 我的毁灭神道居然提升了 夜晨欣喜不已 炼化了崇光大地的恶失能量 他也获得了天大的好处 还有一道道金光 也从他体内绽放出来 隐约间 化作了八条张牙舞爪的金龙